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命电视 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 回向文 阅读大圣八观灾界 受持或随喜他人持守大圣八观灾界 就能在新田中种下很大的福报种子 要使这福报能够最好的利益我们自己和他人 我们要学习以下的发愿与回向 愿受身心痛苦的十方众生 因我的功德 而得如海似的快乐和喜悦 愿一切众生不受害 愿一切众生没有恐惧或被人欺负 心不被幽闷所压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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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盲者见色 聋者能听 愿因辛劳而疲乏的身体 得修习而复原 愿罗者得衣 击者得食 渴者得水 和美好的饮料 愿穷者转富 悲伤者得欢乐 失落者得希望 愿风调雨顺 农作物丰收 愿风调雨顺 愿所有的药有效 和合理的祈求如愿 愿一切病者 迅速从痛苦中解脱 无论世上有什么疾病 愿他们永不再出现 愿惊慌的人不再恐惧 求者得势 弱者得权威 愿人们想到互相帮助 对所有人生起此爱心 愿人们想到互相 愿所有众生 都能生起受持大圣八观灾界的愿 直到他们正得菩提 愿所有看到这大圣八观灾界真理的人 就算没有实行 也能永远不落入三恶道 更能生起菩提心 并远远迅速得正菩提 愿众生永离三恶道 永远不离真善大圣师父 也能生起菩提心 福尔 愿所有争执 战争和饥荒 灾难立刻平息 愿世界和平 愿每一个人得到快乐 爱与快乐的源泉 生命的目的何在 我相信我们生命的目标是快乐 生而为人 我们都有潜力成为快乐有悲心的人 也有潜力变得痛苦不堪 并伤害他人 没有任何物质体 无论多漂亮或多珍贵 能让我们感觉到被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需要更深刻的东西 我经常称之为慈悲 有了慈悲心 一切我们所能支配的物质利益 可以非常有建设性 还能产生美好的结果 欠缺慈悲 物质享受 利益本身并不能让我们感到满足 也无法产生任何内心的临近或安乐 事实上 甚至会制造额外的问题 我会制造额外的问题 人类价值是悲心 关怀和奉献 无论信什么宗教 无论有没有信仰 少了这些就无法快乐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人的感情与慈悲 慈悲能给我们内在力量 希望与心灵和平 为了在内心、家庭、团体中 制造愉快的氛围 我们必须了解 愉快氛围的根本泉源在个人 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善心、人性悲心、慈爱 悲心不仅对心智有益 也有助于身体健康 悲心不仅对心智有益 根据当代医学和修行者的经验 内心平静与身体健康 有直接的关联 生气、激愤 令我们容易生病 相反的 如果内心平静 沉浸于善念 身体自然不容易受疾病折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需培养一种相互关怀的心 归属于人群的心 相互尊重的心 你越是慈悲 你的心里越是健康 实际去纯示其他友情众生 自己的私利和愿望 也都会顺道圆满 宗科巴大师指出 修行者花越多心思 做越多 以圆满其他人的福祉 为方向和主旨的善行 他自己所渴望的成就或证悟 无需额外的努力 就会如副产品般产生 感谢观看 具有悲心的菩萨们 就某方面而言 是智慧的自私者 而凡夫则是愚蠢的自私者 一般人只想到自己 忽略他人 结果就是我们永远不快乐 度过痛苦的时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修学佛法的目标之一 是在未来世 能有更好的转世 这目标只能透过 避免伤害他人的行为 避免伤害他人的行为来达成 修习佛法 修习佛法有无数法门 但是利他心和善心是根本 对菩萨而言 要圆满六度 不失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的修行 与众生互助合作 仁慈地对待他们极为重要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法也不是光打坐 研究 这是基本 终点是要去实践 虽然我们大家很喜欢放生 摆鱼 放到大海好快乐 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工作 那另一些要被屠杀的众生 我们要救啊 比如说牛啊 羊啊 猪啊 鸡啊 那救了还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成立护身盐区 要有土地 要找很多人 要有建筑 所以希望各位呢 也不断地关心这些 中华护身协会 就一直在推广这些 在台湾将近20个地方 大大小小的土地水池 养了这么多我们的父母众生 虽然它的外表是牛啊 是猪啊 是鸡啊 但是它们也是我们的父母 更重要的 我们四个护身盐区 是专门养狗的 至少有3000多只的流浪狗 但是各位 流浪狗啊 更需要大家关心 所以希望各位多赚一点钱 多护持护身盐区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多救这些即将被屠杀的 流浪狗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500-16766 500-16766 护名台湾救狗协会 有一天梦会醒 生命电视桃园中心桃园道场联合举办 恭送药师金 药师七佛 即二十一度母法会 恭请佛学教授法师主法 日期12月16日星期六上午9点 恭送药师金 即佛前大供 下午2点 药师七佛 即二十一度母法会 恭请佛学教授法师主法 地点桃园中心 桃园市桃园区首访路19-5号 电话03-347-7666 03-347-7666 03-331-0553 03-331-0553 上午8点于桃园火车站 进远东百货 备有接驳车 生命电视 嘉义生命讲堂举办 尊圣千贡 即不动佛超度慈悲诗实法会 恭请佛学教授法师主法 日期12月20日星期三 上午9点 下午2点 不动佛超度 地点嘉义慈悲湖 嘉义县中浦乡 和睦公馆70-56号 电话05-225-5888 05-225-5888 05-216-6700 05-216-6700 上午8点 于嘉义车站 嘉义讲堂 及中心备有专车前往 敬请事先来电登记 法会备有免费消灾 超建排位 供大众填血 欢迎菩萨自备 酥油、鲜花、水果、 全素饼干 及百米上供下施 供养六道 业障消除 资粮巨足 福慧增长 六十吉祥 四十吉祥 祝佛祢 令仙人们 祝佛正法圣神座 祝佛正法圣神座 赤字弗提我亁以额 在战乱中恐惧交加三十多年的吉利诺奇村 位于斯里兰卡北部 多年烽火 造成八万多人死亡 师父特别在此举办一场慈悲诗诗法会 为往生孤魂 汇象超度 远离恐怖的神净土 先请他们上供 特别这边是打仗的地方 死了八万多人 为了三十几年的战争 这位将军代表将最好供养诸佛 超度往生者 自身刹那陈观音 身形广大片刹土 净土浩瀚生圆满 自走生者毛统中 释放无责供养云 乱养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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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خ awful 亱养卡 乱养卡咕唴 乱养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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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奏集带牌 传素 事实者也得以培养慈悲心 且迅速累积殊胜广大的功德资良 以此功德祈求世界上每一处的众生 先能和平共处 恒享太平安乐 好,大家大慈大悲 福报无量 感谢各位为斯利兰卡 为众生所做的一切 愿世界各地都充满爱 接下来 住在乡村的阿辉 有一个善良可爱的女儿丹丹 丹丹的心肠特别好 而且非常喜欢小动物 丹丹,今天是你的生日 你看街上有这么多好东西 你想要什么当作生日礼物呀 爸爸买给你 你想要好吃的 还是想要漂亮的娃娃呀 爸爸,我不要吃的 也不要养娃娃 爸爸,我可以买那个吗 丹丹,你想买小鸡吗 是啊,它们毛茸茸的 好可爱啊 我想买一只回家养 好吧,我买小鸡 给你当生日礼物 嗯,谢谢爸爸 要买小鸡吗 来看看吧,小朋友 你看这些小鸡多可爱 买一只回家吧 丹丹,你选一只吧 爸爸,我想要买那只 丹丹,这只小鸡看上去病奄奄的 它应该长不大的 我看还是选别只吧 不,我就选这一只 爸爸,你看它多可怜啊 如果我们没有带走它的话 它很可能会被急死的 哇,小朋友 你的心地真的很善良啊 是啊 我女儿的心肠从小就很好 要是看到哪只小动物 受伤,流血了 它会难过的哭上一整天呢 哇,是啊 它们伤得那么重 怎么能不让人难过啊 小动物也是知道痛的 看到它们受伤,流血 我心里也会很难过的 小朋友,你真是菩萨心肠啊 小鸡,来 你尝尝我妈妈煮的玉米 味道很棒的 小鸡,多吃点 这样你才能快点长大啊 丹丹,小鸡吃东西了没有 妈妈,你看 它已经开始吃玉米了 谢谢你给它做了那么多好吃的玉米 看来,它已经从恐惧中走出来了 嗯 小鸡,在这里你什么也不用怕 这是我家,以后也是你的家啦 在这里我会保护你的 经过一段时日的喂养 小鸡终于长大了 天亮了,该起床了 丹丹,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妈妈,你没听到我们家的大公鸡在叫吗 它是在叫我起床呢 公鸡早,谢谢你叫我起床 这只鸡可真准时啊 每天这个时候就叫 简直比闹钟还准 当然啦 有它我以后上学就不会迟到了 大公鸡可比闹钟好用多了 阿辉,今天我们一起去都市吧 好啊,我也正打算邀约你一起去呢 爸爸,你今天要去都市 是啊,最近啊 我们这里的雨水太多了 田里的作物都泡在水里 我和你王叔叔准备去都市买个排水设备 将地里的水排出去才行的 今年的雨水实在太多了 听说往后这几天还会有持续的下大雨 再这样下去的话 田里的作物真的会泡水死掉的 好了,你们快出门吧 今天的天气又不是很好 快点早去早回的 对了,爸爸 你去都市的时候 一定要买一些塑胶布回来哦 大公鸡的窝有点落雨 要赶快帮它维修 否则它会着凉感冒的 好的,我会记得买回来的 哇,这只鸡长得可真快啊 已经这么大了 阿辉,再过一阵子就可以杀来吃了 王叔叔,你说什么 它是我的家人 我们怎么能吃它 是啊,丹丹对这只鸡可好了 我们哪里能吃它呢 哎呀,对不起啊,丹丹 叔叔说错话了 我这就给大公鸡道歉 真不好意思的 刚刚说错话 跟你对不起的 哦,它还挺凶啊 它生气了 谁叫你刚刚说要杀了它吃呢 啊,难道它听得懂人话 当然了,它可聪明的呢 好了,大公鸡 王叔叔知道错了 就饶了它吧 天啊,这只鸡可真痛人性啊 是啊 王哥,我们赶紧走吧 天气可越来越不好了 接下来的几天 这里一直下着大雨 也连下了好多天 大公鸡 连续下了那么多天的雨 你闷坏了吧 是啊 今年夏天的雨实在太多了 看样子还没下完 老婆 赶快收拾东西 我们要搬家了 搬家 难道我们村庄 真的要全部搬走 是啊 政府刚刚召集大家 宣布防洪措施 说水库需要紧急泄洪 所有我们这边的居民 全部都要撤离 啊 政府已经决定泄洪了 这么说 我们这里可能会被淹没 啊,是的 爸爸 什么叫泄洪啊 丹丹 我们这里不是有个水库吗 现在水库里的水 已经特别多了 如果再持续下雨的话 水库里的水 将会冲破大堤 涌出来 到那时候 洪水会淹没村庄的 所以 现在趁着水 还没完全冲破大堤 先放掉一些 保护大堤 可是放出来的水 可能会将我们这里淹没 啊 这么说 我们的家也会被淹没 那样的话 我们不是就没有家了吗 嗯 我们家 是有可能会被淹没的 不过没关系 政府已经准备好了 临时居所 我们先搬到那里去住 阿辉 车都准备好了 我们一起走 要快点啊 我们只有十小时的时间 十小时 好 我这就赶快收拾东西 东西都搬得差不多了吧 都搬完了 我们走吧 爸爸 大公鸡呢 你把大公鸡带上了吗 大公鸡 对啊 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她 会不会是你妈妈带上她了吧 没有啊 我没有带她啊 搬家的时候 我就一直没看到她的 我们一定是把她忘记在家里了 风水来了 她会被淹死的 爸爸 我们要赶快回去找她 丹丹 我们已经开出这么远了 怎么能回去 如果我们不回去的话 她会死掉的 黄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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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停车啊 快停车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家的大公鸡 我家的大公鸡 我家的大公鸡忘记带出来了 如果不回去带她出来 她会被淹死的 黄叔叔求你回去带上她好吗 大公鸡 你让我再开回去找那只大公鸡 黄哥 现在时间还来得及 麻烦你再开回去吧 麻烦你再开回去吧 要是没有那只大公鸡 丹丹会难受很久的 嗯 好吧 哎呀 阿辉家的鸡 怎么还在这里 丹丹不是最喜欢这只鸡吗 它怎么没带走 看来他们一家人 走得太匆忙了 所以 才将它忘在了家里 嘿 它还挺凶的 一般有人靠近的时候 鸡都会四处逃散 可是这只鸡却一直站在这里 看来 它是在等主人回来啊 是啊 但是它不知道 主人已经搬走了 不会再回来了 大公鸡 大公鸡 对不起 我们将您忘记丢在这里了 你们是专门跑回来 接这只鸡的吗 是啊 丹丹哭喊着 要我回来接它 我实在不忍心 看到丹丹难过啊 你们的确应该回来接它 这只鸡 太有灵性了 它一直站在门口 一动不动地 等待着主人 是啊 以前只听说过 守家门的忠犬 没想到 鸡也会这么忠心啊 一颗收留心 福报来降临 在法国 有个小城 叫帕米埃 城外 有块农场 而农场主人 是出了名的 坏脾气 城里所有的人 都看过它 乱发脾气 鞭打自己养的驴子 这几颗西瓜 你帮我装篮子里吧 篮子里的东西 已经够多了 你的驴子 能载这么多的东西吗 当然可以 你放进去就对了 你不要管这么多 你看 这头驴子 看起来就非常吃力 它哪还有力气 跟你走回去啊 怎么不能走 我现在就让它走给你看 走 蠢驴 赶快给我走 给我走快一点 别想要偷懒 若想偷懒 只有挨打的份而已 怎么样 这点重量对它来说 不算什么大 唉 它怎么能这样 对待自己养的驴子呢 这位农场主人 是出了名的坏脾气 这头驴子 常常挨它的打 真是可怜哪 然而 这头驴子 也不是好欺负的 那一次 它驮着非常沉重的物品 实在走不动了 可是 农场主人 丝毫不体谅它 反倒拿起棍子就造 驴子被打得 实在忍无可忍了 快走 你这只蠢货 走快一点 看什么看 还不快给我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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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可恶的蠢驴 我今天非宰了你不肯 你竟然敢踢我 蠢驴子 你给我站住 不要跑 给我回来 就这样 这头驴子跑进了森林 它在森林里快乐地过了一个月 渐渐地 它觉得离开了人群 有些寂寞 有一天 它终于离开森林 走进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 奶奶 你看 这里怎么会有一头驴子呢 我想它可能是迷路了 驴子 你是不是迷路了 奶奶 这头驴子好像听得懂我说的话呢 奶奶 我们可以先养它吗 好吧 我们暂时养着它吧 如果它的主人在找它 我们再归还回去 太好了 驴子 你听到没有 你可以暂时先住在我们家里的 我先帮你取个名字 叫卡蒂尔 好不好呀 奶奶 您看 它喜欢我帮它取的名字呢 就这样 卡蒂尔来到了莫加纳的家里 莫加纳对她非常精心地照顾 在这段时间里 莫加纳和奶奶打听了许教 也找不到卡蒂尔原来的主人 莫加纳 你又在陪这头驴子呀 是啊 卡蒂尔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当然要陪着她 说的也是 这头驴子听得懂人话又懂事 真不懂它原来的主人 为什么要丢掉它 我想应该是它自己跑出来的 自己跑出来的 怎么说呢 我发现它的身上有很多鞭打的伤痕 我想一定是被它原来的主人打的 唉 这么乖巧的驴子 它怎么下得了手 这头驴子一定是受不了虐待 逃出来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奶奶 那我们更不能让卡蒂尔 再回到它原来的主人身边了 都已经过这么久了 它的主人也没来找它 现在就只有我们能养它了 是啊 莫加纳 你对它这么好 我想它也不会离开你了 是啊 动物都是有灵性的 谁对它好 谁对它坏 它们心里都是一清二楚的 卡蒂尔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我想它不会离开了 有一天晚上 一阵爆炸声 划破了小村中的宁静 这个村子的天然气管道 因年久失修而发生外漏 突然被爆炸 顿时 整个村子陷入了一片火海 天然气管道爆炸了 大家快往山上跑 哦 这里比较安全了 怎么会这样 这么大的火过不了多久 就会把整个村子烧成灰烬的 是啊 多亏我们及时跑了出来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不好了 卡蒂尔还在院子里 它会被烧死的 不行 我要回去救它 莫加纳 不要回村子里 太危险了 你看 莫加纳里还没有起火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绝不能丢下卡蒂尔不管的 莫加纳不顾一切地跑回家 把卡蒂尔的绳子解开 对不起 卡蒂尔 我们快离开这里 这里很危险 卡蒂尔 小心 啊 此时 整个村子都是一片火海 它要怎样做 才能带着小主人逃出这片火海呢 清凉的湿气 让莫加纳很快醒了过来 但外面的火势 还在持续蔓延 不过地窖里 却十分安全 这是哪里 地窖 我怎么跑到这里了 卡蒂尔 是你救了我 谢谢你 外面的火好大 我们出不去了 幸好在这里很安全 整个村子 整个村子被火包围了 可是莫加纳还没有回来 它一定被大火困在村子里 不行 我要去救它 不行 奶奶 您不能去 现在村子很危险的 是啊 就算您去了也没有用 这么大的火 根本进不了村子的 莫加纳 我的莫加纳 大火烧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 天刚亮 驢子卡蒂尔醒来了 她看见莫加纳还在熟睡 就悄悄地走出地窖 外面什么都烧光了 火也熄灭了 她又转回去地窖 用嘴拱醒了小主人 啊 怎么会变成这样 莫加纳 你在哪儿 莫加纳 你听得到奶奶在叫你吗 是奶奶 奶奶 我在这里 莫加纳 吓死我了 幸好你没事 幸好你没事 奶奶 是卡蒂尔 是她救了我呢 卡蒂尔 谢谢您 或许 一个小小的收留举动 对我们人类来说 可能是没什么 其实 对落难的动物来说 这个举动 使得他们发自内心 永远愿意忠心于 收留他们的主人呢 各位慈悲的菩萨 生命电视台也成立了一个台湾救狗协会 目的是要救那些即将被杀被遗弃人 即将被安乐死的这些可怜的乃是生病的流乱狗 目前在北中南几个互生园区里面 总共已经超过三千多条 每一个月的开销超过130万台币 要非常感恩很多菩萨不断的关心 但是各位 这是永恒无尽的慈悲的工作 所以各位一定要不断的护持 不断的关心 让这些狗狗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家 幸福的生活 将来安享天年 得胜净土 感恩各位 一定要护持台湾救狗协会 救这些流浪狗 阿弥陀佛 让不舍被连化为积极救护 邀请您加入台湾救狗协会 给流浪狗一个安心的家园 扶持流浪狗饮食医疗 帐号50016766 50016766 扶名台湾救狗协会 生命电视台中 武方讲堂举办 心经厨帐法会 恭请佛学教授法师主法 日期12月30日星期六下午两点 地点台中武方讲堂 台中市北区崇德路一段 631号三楼之一 电话0422389987 0422389987 生命电视板桥备院讲堂 举办花道之美 禅阅花艺课程 离请黄梦珠老师教授 日期12月7号星期四起 每周四下午两点半至四点半 地点板桥备院讲堂 地址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二段581号 联络电话02-2951-0355 02-2951-0355 泰勉辽国交界处 一般称为金三角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过去种种战争 多平等一切二元 非常赤盛 海盗法师于太北红法行程 带领大众来到此处 并乘船到达辽国 无量无边的众生需要独托 无量无边的恶业需要化解 在湄公河上乘风破浪的渡船途中 无暇顾及海田美景 为利益水族 以及以水而助的众生 海盗法师特别供养龙王宝瓶 并修持烟共 时时 遍洒干露水 挥动金番旗 种种慈悲法门 离多余畜生到龙王水族 水中众生 宿集解脱多余恶道罪业障碍 神善道佛净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达辽国边境后 随即为此方山神 树神 草木神 土地神等众生旗 及无尽有情众生 转起鸟鸟熏焉 使一切天 地 人 皆能得到法位 借修持烟共法 清净一切众生之购惠 消除违缘障碍 一切善愿得到圆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傍晚时分 大众来到位于金三角历史悠久的古佛寺 在庄严的佛寺中礼佛 贴金 贡花 随喜法会功德 在佛塔前 以竞香上贡下施 上贡下施功德 上贡下施功德 无缘圣服劫回乡 无缘圣服劫回乡 无缘沉溺出众生 无缘沉溺出众生 愿与伤福深祝福 前往收藏来自许多不同国家佛金的掌金楼 放轻搜索楼 建于水上楼阁 繁华灯光探照 带预带领众生脱离生死大海的职汇宝库 在波光灵灵的水面闪耀着着目的辉煌 把施灵中绕行脏筋 并护持葬金楼 愿经典中的智慧与慈悲 能在世间永恒灿亮 光照众生 六道国经 当愿众生 生信英国 己悟空信 发慈悲心 成就菩提 殿才无碍 广度众生 现世者 相在严寿 一切埋怨 或许對 对 奥 不是 对 不 對 不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孩子的心灵宛热洁白的画布 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 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 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 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 让最慈悲的开示 让大智慧的发育 让具教化的节目 纯净孩子的深口意 令孩子的成长之路 有佛 有菩萨 有善之士 长相左右 处处关照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耶